我们的星球地球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 有时在地球的不同地方 我们会看到不寻常的弥足珍贵的自然现象 但即使我们拍了一百张照片 也没有人会相信我们 说他们都是经过Photoshop处理过的 然而也有一些现象是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 永远都不可能会发生的 朋友们大家好 想要邂逅这样的现象 我们必须得到另一个星球去探索 这里是Top10频道 今天我们想要给大家介绍这样的 十分珍惜难得的现象 让我们赶快开启探索之旅吧 约书亚效应 通常情况下 我们习惯于太阳总是在天空中从东到西单向地移动 一旦它冉冉升起 它就会一直万丈光芒地闪耀着直到日落 但是在水星或者其他类似水星的行星上 可能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水星上的一个昼夜非常地长 相当于地球时间的176天 在水星上 在某个精度上的漫长一天开始之时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当我们认为太阳开始升起的时候 就好像是它改变了主意那样 忽然改变了方向 再次降落 这种情况在地球时间里重复了大约8天 而在日落之时 你可以看到与其相反的景象 即当你认为太阳似乎已经落下时 它却在很短的时间内 从它落下的同一个地方出来好几次 科学家们将这种现象命名为约书亚效应 这是源于圣经中 关于古代以色列人的领袖 用祈祷来停止太阳的传说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 是因为水星离太阳非常地近 而太阳的引力对水星的运动速度 有着很大的影响 所有的行星在接近太阳的时候都会加速 而在远离太阳的时候则会减速 但是水星是唯一一个在近日点和远日点之间 速度相差太大的行星 因此它轨道的角速度可以超过其自转的速度 这就是约书亚效应发生的原因 融化的金属雨 我们太阳系中的一些行星暴露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中 例如只要看看酸雨倾泻而下的地狱般高温的金星 就会让你知道它有多么的可怕 然而宇宙中有些地方却使金星看起来似乎像一个度假圣地 比如距离地球大约有640光年的WASP-76B行星 WASP-76B行星的质量略小于木星 这颗行星围绕着一颗光谱类型被归类为F型的恒星 即WASP-76的一个非常接近的轨道上运行 WASP-76是一颗类似于太阳 但比太阳更热的恒星 WASP-76B的轨道长度半径 仅仅只有0.033AU天文单位 这也就是说 该行星和恒星之间的距离 大约是水星和太阳之间距离的1比12.67 为此WASP-76B一直暴露在地域般的高温之下 这颗行星的同一面始终变向它的恒星 在白昼的一侧 它的温度大约高达2227度 而在黑夜的一侧 它的温度可能大约是1000摄氏度左右 甚至可能比这更低 在WASP-76B的大气中 已经检测到了微量的铁元素 在白昼一侧的表面温度之下 铁应该会是被蒸发掉 而不是简单地被融化 然后大气环流将寒铁的云层 带到黑夜一侧的太空之中 在那里寒铁的云被冷却 然后变成融化的金属雨倾泻而下 你不觉得这是多么让人感到畏惧的景象吗 尽管如此 一些科学家在WASP-76B的大气中 并没有检测到任何铁羽的痕迹 并认为该云层成分中除了铁之外 还可能含有硅酸铝和硅酸铭 然而在这个巨大的气体行星的大气层中 越靠近中心压力就越大 即使在这个行星的极其可怕的温度之下 压力也会继续增加 直到铁化合物和铝化合物的气体达到冰点 所以我们仍然可以假设 在这个行星上降落而下的是金属和它们的化合物之余 同样类似的现象也可以在热目星行行星上看到 它们总是始终面向其主星的同一面 要发生这样的现象 那就是白天必须要有足够的温度使金属气化蒸发 而晚上则必须要有足够的温度使其凝结 从天而降的石头 有时天空不仅会落下融化的金属 还会有很多的石头从天而降 这里我们所说的石头并不是指陨石 至少如果你们生活在一个叫科罗特7B的星球上的话 那就会是这样的 这颗行星位于独角兽座方向 距离地球大约520光年 围绕着一颗类似于太阳的恒星运行着 科罗特7B甚至比WASP76B行星和它的主星WASP76更接近恒星 这颗行星也仍然面对主星的同一面 还有这颗行星不是巨大的气体行星 而是有着坚硬固体表面的超级地球 这颗行星的大气层是非常的稀薄 以至于白天半球和夜晚半球之间的热交换被认为是极其困难的 其结果是在白昼一侧的半球表面被一望无际的熔岩还所覆盖 温度可以达到1000多摄氏度 甚至2000至2500摄氏度 而另一面在黑夜的一侧则要寒冷得多 甚至可能会结冰 专家构建的模型表明 科洛特7B在白昼的一侧是处于极其酷热的高温状态之下 在这种条件下 金属和矿物质应该会被蒸发并形成云的 当这个云层移动到黑夜的一侧时 它就会被冷却 钙钛矿 铁钛矿 丸石 丸火灰石 钢玉 尖晶石和氧化铁等矿物质 像雨一样倾泻而下落在地表上 换句话说 这个行星上一定有持续不断降落的石头雨 或者至少是鲨鱼 火星上的暴风雪 我们对火星了解的越多 就越发现它和我们所生活居住的地球 有着惊人的相似的地方 但又不完全的一样 比如说火星上也会下雪 但是火星上的雪和地球上的雪 几乎是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 在火星上 由于昼夜温差极其的大 太阳落下之后 温度就会急剧下降 主要由二氧化碳和水蒸汽组成的云 被强烈冷却 并以由二氧化碳和水组成的边块形式 降落在火星的表面上 它看起来像厚厚的浓雾 并且有非常大的刺激性 非常细小而坚硬的颗粒 散落在红土的上面 当白昼到来时 这些颗粒不是融化 而是迅速地被蒸发掉 换句话说 火星表面的压力太低 水无法保持液体状态 最终当夜幕降临时 同样的事情将周而复时地再次发生 只有当云层非常低的时候 也就是距离地面大概一到两公里之时 火星上才会下雪 不然的话 雪在到达地表之前就会被蒸发掉 这类似于被称为地球翻撞云的现象 换句话说 雨水在空气中蒸发 变成了雪花而不是雨滴 钻石雨 我们对太阳系中被称为 冰具行星的天王星和海王星 所知甚少 尽管如此 还是可以多少收集到一些数据 根据这些数据资料 可以推断出 至少在海王星上 有时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可以称之为钻石雨的现象 就像其他巨行星一样 海王星上也有一个厚厚的大气层 随着压力和温度的增加 这种大气层逐渐转变为海洋般的慢子 与低层大气一样 这个海洋富含甲烷、氨和水 越往深处 温度和压力就越高 根据专家们计算 在这个海洋非常深的地方 巨大的压力应该会导致甲烷分子衰变 并从其中释放出碳 钻石是从碳中诞生的 它沉入海洋之慢 并下降到行星中心的硬核 变成钻石雨 洒落在核心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最终这些钻石预计会被蒸发 碳会再次上升为甲烷 从结果上来看 这是一个持续数十亿年的封闭循环 所以我想用一个能激发这种想象的现象 来结束今天的这个视频 亲爱的朋友们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真诚地希望你能够喜欢这个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为我们点赞 还有也请不要忘记 在社交网站上分享这个视频 你所做的一切 都将会为这个频道的发展 做出重大的贡献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和厚爱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先到这里吧 真诚地期待和大家的再次相会 拜拜 感谢观看